好,大家早安,Online的電影節目早安 我們今天來到一卷新的書卷,《若白記》 《若白記》很多人都很期待 我自己都很期待,但是也都很戰經 因為《若白記》不容易說 為什麼會不容易說呢? 是因為《若白記》裡面所記載的 是一個非常之超越的眼界和信心 如果我們沒有這個眼界,如果我們沒有這個信心的話 我們很難去明白 也很難將《若白記》裡面的真理帶到我們的生命裡面 因為是很不容易,就像剛剛Beraka所說 《若白記》裡面所說的是苦難神學 所謂的苦難神學就是你怎麼去看苦難 這個課題是非常之嚴肅,但是也都不容易處理 因為我們看苦難不是用阿Q精神 所謂阿Q精神就是自我安慰 《若白記》不是這樣的 它不是一個阿Q精神就是什麼事都隨便 或者就一筆大哥,不是 它背後有一個非常之... 就是有一個非常之solid 就是一個很穩固的真理在裡面 《若白記》的信心不是一個虛空無緣無故 就是自我安慰,找一些東西出來 就是... 就... 滾過去就算數,這樣的阿Q精神式的信心 它的信心是有跟有機的 但是在這個有跟有機的信心上面呢 也都要面對困苦的時候 就是怎樣去將這件事去昇華,去磨練 讓這個信心的眼睛,這個信心的體見 成為一個很真實,很落地的東西 支持我們去走前面的路呢 那這個才是... 才是《若白記》那個... 那個背後的真理和意義 所以呢,看別人就容易 到自己的時候呢 就不是那麼容易了 那這個也都是《若白記》給我們的一個... 一個很鮮明的一個信息 所以呢,其實當我們細心去讀《若白記》的時候呢 裏面有很多個地方呢 是會撞擊我們的價值觀 這個撞擊之下呢 其實也是讓我們可以看清楚 究竟我們的信心是甚麼呢 我們的眼光、眼界是甚麼呢 那我覺得我們剛剛經歷... 就是剛剛進入四周年 竟然神討就來到《若白記》 那我覺得真是一個很特別的一個時間 所以我自己都很期待 究竟神要透過《若白記》這一卷書 給我們一個甚麼的信息呢 四周年,我們去領受 今年神給我們的應許就是 快刺打糧,闖開天門 好了,天門打開了 你看不看見呢? 你怎樣才會看見 天門是闖開的呢? 有時候我們一聽到天門闖開 我們心裏面一定是想 哇,沒有死了,這次發達了 這次天門闖開,天上的寶物 還不跌下來 那我今年就是發達的一年 升職、加薪、平安 生養眾多 我們很容易這樣想的 如果是這樣的話 是不是這個就是唯一呢? 今天我們看《若白記》很有趣 究竟《若白記》的記載當中 這個時候《若白》所經歷的事情 天門是關閉還是闖開的呢? 那這次我們用這個角度來看 我不將答案說出來 大家一邊看一邊 跟著《經文》走的時候 你心裏面去問 究竟在這個遭遇 在這個時刻裏面 天門是什麼狀態呢? 神和人之間的關係 是什麼狀態呢? 若白和神之間的關係 又是怎樣的呢? 因為它有很多的經歷 在這個經歷裡面 其實有很多微妙的變化可以產生 但是這個最核心的又是什麼呢? 我們帶著這些問題在我們的心裏 我們來讀《若白記》 我們會讀得更加的通透和清晰 我這次看整個《若白記》的時候 我給了它一個題目 我叫整個《若白記》就是 《若白記》的天空戰記 這個天空戰記是肉眼看不見的 但是《若白記》就將這個天空戰記 呈現在我們的眼前 也值得我們去反思的 就是在我們的信仰裡面 是否只能夠經歷信徑呢? 我們的信仰是否一個信徑的信仰呢? 當逆境臨到的時候 我們會在一個什麼狀況呢? 什麼是信心呢? 什麼是信仰呢? 什麼是天門闖開呢? 我們來在《若白記》裡面找答案 分段我會將第一節到第五節分成一段 第六節到第十二節是一段 十三節到最後是一段 其實就是一個背景開場白 第一個大段落 跟著後面的兩個段落都是 又一天又又一天 又一天又一天 好 我們來看第一個段落先 就是介紹《若白記》的出場 《若白記》真的好像一個電視劇一樣 一開始的時候就要介紹一下主角 主角出場了 這個主角登場也都很特別的 我們先來讀一到五節 《烏斯里有一個人名叫若白》 《那人完全正職,經威神,遠離惡事》 他身寮有七個兒子,三個女兒 他的家產有七千羊,三千駱駝 五百對牛,五百母爐 並有許多的瀑痞 這人在東方人中就為自大 他的兒子按著日子 在各自的家裡擺設延跡 就打發人去請了他的三個姊妹來 與他們一同吃喝 延宴的日子過了 若白打發人去叫他們自結 他清早起來 按著他們眾人的數目獻凡制 因為他說,恐怕我兒子犯了罪,心中棄料實 若白常常者若行 首先烏絲地有一個人 這個人是在烏絲地,若白住在烏絲地 烏絲地的正確位置到今天都沒辦法很正確地去考究出來 大部分人相信這個地方應該是在死海附近 但是有一件事可以肯定的 就是這個叫做若白的人 他不是阿伯拉罕的後人 他不是以色列人 他是一個外邦人 一個外邦人 但是他卻是非常的敬畏神 遠離惡事 完全正直 這幾個字的描述就非常的特別 什麼叫做完全正直呢 驚威神,我們明白了 驚威神就是以神為神 所以其實他的特質裏面其中一件事就是驚威神 他以神為神 意思就是他讓神成為他的神 或者他以神為他自己的神 他就將 所以當然他就體重神 把神放在他心目中一個最重要的位置裏面 讓神成為他的神 在這個前提下 他就產生了這件事 就是遠離惡事 完全正直 什麼叫做完全正直呢 完全正直 當然字面的意思就是沒有犯罪 這個位置我們很多時就會問 什麼有人可以不犯罪的嗎 但是我們要將他跟這個遠離惡事 放在一起來看 在這個地方的 完全正直遠離惡事 並不是他心中沒有任何犯罪的念頭 是有的 不過 他的完全正直遠離惡事 是在哪裡呢 因為約白是非常早的年代 在這個時候神的律例還未曾斑布下來 即石板的十戒都未曾出現 所以這個完全正直遠離惡事 神是以人的良心作標準 如果是以律法作標準的話 沒有人可以過得到關 但是呢 以良心作標準的時候 其實能夠過關的人都是少之有少的 所以神其實在這個時候 怎麼說呢 你也可以說標準是比較低一點的 因為律法還未曾頒布 因為律法還未曾頒布 所以那個要求是更加多的恩典 但是呢 他的完全正直行為惡事呢 就是按照他的良心來行事 雖然呢 好像律法未曾頒布 但是一個人如果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所說的每一句說話 都能夠對得住良心的話 其實已經是很不簡單的 就算今天我們在新約的年代 你說我們所做的事情 是不是真的每一樣都可以對得住我們的良心呢 我想都很難了 是不是 很簡單而已 你只要回想一件事 就是你記不記得你人生第一次說謊的時候 你第一次說謊的時候 臉紅啦 耳熱啦 自己感覺到心跳加速啦 是不是 其實這個就是良心告訴你 喂 老友 你說的東西有些問題 你都很怕被人識穿 是不是 所以你就 才會有這些生理反應都產生 心跳都加速 但是說著說著的時候 我們就變成專業的 是不是 作為任何微表情都沒有出現任何的變化 自己心裏面就把他收起來 其實這個都是良心裏面給我們的責備 如果一個人他可以能夠 按照良心來行事的話 就是這個虐白這裡所說的狀態 軟寸正直 軟離惡事 這個就是神給他的一個comment 神的眼中都是這樣去看他的 因為這樣的時候 所以神很祝福他 他生了七個兒子三個女兒 這一段的記載裡面 你看到三、七、三個七 不停地重複出現 三和七都是屬神的數字 都是完美的數字 所以不斷地出現三個七、三個七 有人說在中東 一隻駱駝的價值是等於一層樓 這個是當時的財產狀況 所以如果我們用這樣的比例來看的話 這個虐白有三千個物業 三千層樓 七千羊 哇 不得了 羊可能就是一輛便宜的車 今天你有沒有人 你數一下自己的資產裡面 你有七千部車 有三千層樓 還有五百對牛 五百武爐 哇 這個不得了 還有很多的獨人被捕 這些很多的被捕都不記載了 為什麼不記載數字呢 可能多到都不知道怎麼記好 算了 總之一堆 所以他是東方人中為自大 就是在所有一個東方人當中 他是守父 這個自大的意思就是守父 所以神祝福他 祝福到一個這樣的地步 不單止是這樣的 這些都是錢財 都是新外物 是不是 不單止是這樣的 第四節 他說 他的兒子按著日子 在各自家裡擺設延宴 就打發人去請他三個姊妹來 與他們一同吃喝 這段記載是甚麼意思呢 他的兒子按著日子 各自在自己家裡擺設延宴 各自在自己家裡擺設延宴 就是說他的兒子其實都已經成家了 他的兒子都不是普通人 他們都可以各自在家裡大擺設延宴 這個大擺設延宴 就是他具有這樣的能力去安排 他有這個能力去宴請 就是說他的兒子都不簡單 但是這個宴請很特別是甚麼呢 就是他們各自 意思就是他們輪流 他有七個兒子 這七兄弟就輪流請吃飯 哇 那很厲害 是不是 不單止是這樣的 那他請的對象是誰呢 請的對象就是他的兄弟 不單止請他的兄弟 那三個的姊妹都請 就是說呢 其實他的兒子之間的關係好不好 非常之好 今天我請 明天就輪到你 後天 就是大哥先走 可能 第一天就大哥請吃飯 第二天就輪到二老 三老 一路排下去 一至七的請 而且每一次請 都請了那些姐姐妹 那些姐姐妹 不知道你嫁了沒有 就是 在這裡是這樣的意思 就算嫁了都請他們回來 也就是說 兄弟姊妹之間的感情非常之好 所以輪流請吃飯 又很大方 這個七個兒子裡面 沒有一個是孤寒種 你知道 小朋友都有不同的性格的 你說到請吃飯 就未必是個個都這麼大手筆 就未必是個個都願意 但是呢 在這幅圖畫裡面 他們是一同吃喝 感情非常之好 輪流地去宴落 連這些姐妹都包括了 不僅是那七個兄弟就算了 所以第五節更特別 就是 閻宴的日子過後 若白就打了法人去叫他們自結 為什麼要自結呢 閻宴的日子過後 就是七兄弟都請完了 即是說這個閻寺呢 起碼都吃了七天 整個禮拜這樣 跟著呢 約八十幾天就警察去叫他們的子女 記得要自結 自結的原因在哪裡呢 自結的原因就是要讓他們的心 重新的歸向神 恐怕他們在現落當中呢 心裏面所體重的是現落 而不是神 我們很容易在現落裏面 我們很容易在私慾裏面 我們很容易在這些享樂當中呢 忘記神 所以若白呢 有沒有好的家教呢 絕對有 所以他最緊要就告訴他的子女 聽就是 你們在享樂當中 不要忘記神 享樂過後 一定要自結 將你的心呢 重新的歸向神 不要將你的心呢 停留在這些的飲飲食食 這些的現落享受的當中 這些的現落享受呢 是神給我們的祝福 但是我們要更加呢 是要捉住神 這個就是他叫他們自結的那個原因 然後呢 他也都為他的兒子呢 來到去獻凡祭 獻凡祭的意思呢 就是求主 就是屬他們的罪 恐怕那些兒子犯罪呢 心中棄掉神 這個就是若白那個 唯一關心和擔心的地方 而且呢 聖經說 若白常常者若行 即是若白常常都為他的子女呢 來到去獻凡祭 上上呢都提醒人呢 要自結 上上都提醒他的子女呢 他身邊最親近的人呢 不要棄掉神 要以神為神 這個就是他的敬畏 這個敬畏不單止是他自己敬畏 他更加呢 帶動他整個的家庭呢 是一個敬畏的人生 當然他這樣去走的時候呢 我想也都影響他身邊很多的朋友等等 這個就是若白 從我們這一段的記載裡面的話呢 若白只能用兩個字來形容的 就是完美 是不是 他的家庭完美 他的財富完美 他的子女完美 他自己的耐心完美 完美到你找不到任何可以挑剔他的地方 這個就是第一個大段落 一個這樣的若白出場 但是太完美 有時候就是不完美 什麼才是完美呢 這個也是很吊詭 值得我們問的一個問題 太完美 其實未必是完美 我們看第二個大段落 六節到十二節 由一天 神的眾子來 事立在耶和華面前 撒旦也來在其中 耶和華問撒旦說 你從哪裏來 撒旦回答說 我從地上走來走去 往返而來 耶和華問撒旦說 你曾用心拆害我那些 伯人若白沒有 地上再沒有人 將他完全正直敬為神遠離惡事 撒旦回答耶和華說 若白敬為神 豈是無故呢 你豈不是四面圍上 尼巴圍護他和他的家 並他一切所有的嗎 他手所造的都蒙你似福 他的家產也在地上增多 你且伸手為他一切所有的 他必當免棄掉你 耶和華對撒旦說 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 此事不可伸手加害於他 於是撒旦從耶和華面前退去 有一天 本來是一個很尋常的一天 這一天天上起了變化 神的眾子來施立在耶和華面前 撒旦也來在其中 這一天究竟是甚麼時候呢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可能就是第一個大段落 說到他的兒子們宴會結束 若伯在這裡獻祭的日子 若伯在這裡獻祭的日子 其實也是他家庭聚會的日子 若伯很特別 七個子女輪流請吃飯 完了之後 他為兒子獻祭 其實就是叫他的眾子女 一同來獻祭 所以這個是地上的一個家庭的一個聚會 所以地上在這裡聚會 原來同時天上都在這裡聚會 天和地好像同步相連一樣 地上在這裡聚會 天上也都聚會 天上聚會的時候 神的眾子就設立在耶和華的面前 撒旦也來到其中 天上的聚會 和地上的聚會 好像同步進行一樣 我想天上也都為地上去歡呼 神的眾子在天上見到若伯的行為 完全正直 其實神沒有教他這樣做的 律法都未曾頒佈 他是自發自動的 為兒子去獻祭 聚集他們 一同來自結 來歸向神 所以在天上見到這樣的景況的時候 我想眾天士天君神的眾子 在上面拍攀手掌 上面的歡呼 可能比地上的歡呼 所以在一個這麼特別的日子 其實在我們來看的話 在這個時候 其實就是天門闖開的時候 天與地相連 天上為地上來去歡呼 來去慶賀 在這個時候 撒旦竟然在其中 撒旦來到其中的時候 神就問撒旦 你從哪裏來 神當然問這句話的意思 不是因為神不知道他從哪裡來 神知道他去到 就是這個 怎麼說呢 神的眼中一看到撒旦 這個東西 又不知道做什麼 都肯定知道他一定是不方好 所以就問一下他 其實問他的意思是什麼呢 問他的意思就是 給撒旦有機會說話 為什麼要給撒旦有機會說話呢 我們看下去就會明白 所以神一問他的時候 撒旦就說 我從地上走來走去 往返而來 這些文字上面所看到的 就好像 好像他有很多人走來走去 百無遼拉走去 當然不是這樣 他說我從地上走來走去 往返而來 其實撒旦是遍地遊行 遍地遊行 好像這個獅子一樣 尋找可吞吃的 所以我們不要當他 是由手好走 兩手蜜蜜蜜 shopping 走來走去 就走框地回來 不是 他是很留心 他是很用力 在地上巡行 走來走去 偏地遊行 這樣而來 走來走去 偏地遊行的目的 就是要去找他的獵物 可以吞吃的 所以撒旦的形象 就好像一隻 餓到瘋了的獅子一樣 在地上 刨敲 在地上 偏地遊行 遊行完之後 現在來到神的面前 所以其實他是 身來身 氣來氣喘 這樣 搓著一條氣 來到神的面前 為什麼呢? 因為他其實最想吞吃的是誰 藥霸 他最想攻擊的是藥霸 遍地遊行 吞了很多的人 努力了很多的人 但是他心不滿足 因為他動不到藥霸 所以他才來到神的聚會面前 來到神的眾子當中 撒旦為什麼可以在這個時候 來到神的面前 來到神的眾子當中 其實就是因為人犯罪之後 撒旦才有一個位置 可以在神的面前 控訴人 他就變成 站在主控官的地位上面 如果人沒有犯罪的話 墮落的撒旦 根本進入神的面前的資格都沒有 就是因為人犯罪 在律法上面裡面 他就得了一個位置 就是成為一個控訴者 去控訴 因為控訴一定是有一個基礎在那裡 就是有罪 如果沒有了那個罪在裡面的話 根本就沒有主控這回事 根本就沒有主控這回事 所以這個就是撒旦來到的原因 其實他心裡面 就是用我們 Winney 族長的說法 就是 choking the middle air 就是他搓了一道氣 在地上遍地遊行之後 搞不定若白 所以他來到神的面前 神問他這個問題 其實是給他去講 給他去講的原因是什麼呢 神都要帶出若白 神都要讓撒旦看見一件事 就是你有沒有看見若白 所以呢 當撒旦說 我從地上走來走去 往返而來的時候 也會說 就問撒旦 你有沒有用心拆開我的伯仁若白 這樣 肯定有啦 因為 因為這個就是 撒旦來到神面前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在遍地遊行 見到那個最肥美的那個 那隻 就很想吞了那隻羊 但是發覺他 沒有辦法可以落到手 所以呢 氣沖沖地來到神的面前 神一問他的時候 神再加上他 你有沒有看到我的伯仁若白呢 神稱若白為他的伯仁 和神之間是有個非常之深厚的關係的 然後神再說 地上再沒有人像他 完全正直 敬畏神 遠離惡事 原來在神的眼中 若白都是完全正直 敬畏神 遠離惡事 這三個 駐腳是非常之有力 神問他 你有沒有見到呢 你有沒有見到他完全正直 敬畏神 遠離惡事呢 撒旦怎樣回答呢 撒旦 撒旦就說 若白敬畏神 喜事無故呢 你豈不是四面為上尼巴 護他和他的家 並他一切所有的媽 他守所造的都蒙你赤福 他的家產也在地上珍多 神就拿了一張王牌出來 其實這個是天空戰記 拉開了那個罪幕 讓我們看見呢 天上的爭戰 這個天上的爭戰呢 就是 仇敵在神的面前呢 要攻擊 控訴人 其實 人不能搏 在這個控訴裏面呢 人是注定會敗訴的 因為我們的確有罪 但是在這個時候呢 神就把他的王牌 若白拿出來 偏地當中呢 其實沒有一個呢 可以在這一場的官司裏面呢 人的位置中可以得勝 唯一一個例外就是若白 所以呢 其實神對若白 是滿心期待 滿心喜悅 當撒旦這樣來的時候呢 上帝就祭出他的王牌 就拿他的大地出來 他的大地就是若白 今天 你和我是不是神手中的這張王牌呢 還是今天你和我 其實在撒旦的面前 帶來的 是給上帝的羞辱呢 若白帶給上帝的 上帝期待的 是若白一出的時候呢 這張王牌 金殘殘的一出來 若白一打出來的時候呢 這個的 這個撒旦呢 就應該要退去了 這個撒旦呢 就應該要認輸了 因為大地 就是無敵 誰知道這個撒旦竟然有話說 他說 若白敬畏你 難道是沒有原因的嗎 接著他指出什麼呢 他說 你不是在四面圈上尼巴來保護他和他的家嗎 他說 若白敬畏你 不是沒有原因的 是因為你這樣保護他 我們先從另一個角度來看 另一個角度來看是什麼呢 撒旦最想撒旦的那隻肥羊呢 就是若白 但是他搞不定 下不了手 為什麼呢 因為上帝用尼巴圈著他 保護著他 這個尼巴圈著保護他 是什麼意思呢 什麼人會用尼巴圈著保護羊的呢 就是羊的牧羊人 所以要說是若白的牧者 撒旦對這群這隻羊呢 完全沒有辦法 因為牧者保護他 今天在我們的生命裏面 我們有沒有被牧者去保護我們呢 當然這個是一個雙向的問題 首先就是有沒有牧者呢 第二就是我們有沒有跟聽牧者呢 是不是 有羊有牧者 但是如果那隻羊不聽 不跟著牧者的話 那他都會成為猛獸的點心 所以這個是一個雙向的問題 有沒有牧者 當然我們再跳回新約裏面的時候 其實 主耶穌升天的時候 吩咐我們 都要起來成為好牧人 都要在萬國作主的門徒 這個就是一個作牧羊人的一個呼召 和使命 今天我們有沒有行上的使命呢 今天我們有沒有做一個真正的好牧人呢 所以呢 撒旦攻擊不到若白 因為若白 有牧人 牧人呢 圈著泥巴呢 來保護他 不單止這樣 撒旦更加投訴 投訴是甚麼呢 他說他所做的 全部都蒙你次腹 即他甚麼都順利 他的家產呢 又在地上增多 即他已經好得不得了 所以 你這樣去對他的時候 他敬畏你不是沒有原因的 當然這個我們也都看見 另外一個的熟年真理就是 當若白的生命毫無破口的時候 原來撒旦是沒有他辦法的 今天我們很多時候被仇敵騙了 我們經常都感覺 仇敵的力量大到不得了 其實不是 所以在這一章的聖經裡面 我們也都看見 仇敵的能力是有限的 他是被神規範的 神所定下來的律例典章 撒旦沒有辦法可以如瑜 當若白行為正直 敬畏神 遠離惡事的時候 撒旦連攻擊他的能力 或者是那個的機會都沒有 所以這個就是撒旦調戲不順的地方 就是他根本下不了手 他根本沒有任何的資格 對這個若白作出任何的攻擊 所以撒旦 不過當然撒旦又很有智慧 撒旦就說 他的敬畏不是沒有原因的 因為你對他超級好 我根本都沒有辦法可以下手 他當然是敬畏你了 所以下一句最毒的就是這個十一節 他說 你且伸手毀他一切所有 他必當免棄掉你 你嘗試拿走這些物質的東西 他馬上就反面不認人了 真的很簡單 就好像一個富豪的家一樣 哇! 子女很孝順 當然啦 老爸的遺產還沒寫給誰 他這麼孝順 你對你這麼好 是因為看著你的錢 你嘗試告訴他 斗嶺都不過他的手 將來你兩腳一身之後 你整副身家捐給慈善機構 一元都不給他 他當堂就不認你這個老爸了 其實撒旦所說的就是 就是一番這樣的說話 是吧? 我們在地上都看到這些 就是富豪子孝 其實可以是扮出來的 可以就是那些兄友弟公 這些全部都做出來的 我看過那些宮廷戲 那些王子和王子之間 私底下就勾心鬥過 在皇帝面前 不知多麼兄友弟公 是吧? 那些兄弟感情好像不知多麼好 但是皇帝一轉著面 後面就你又睹我背井 我的善理 勾心鬥過 甚麼都齊全 所以呢 其實撒旦就在說這件事 你給那麼多東西 這個藥白 藥白門面功夫 當然是這樣做出來的 你試一下 你一問到一毛子都不過 藥白手的時候 他馬上就反面不認你 這個就是人 人很多時候 其實我們是愛物質 而不是愛神 我們體重的是 神給我們的恩典和賜福 而不是神 所以撒旦很有信心地說 只要你拿走這些東西的話 你和宇約伯之間的關係 連差都沒得靜 這句話的意思是甚麼呢 就是 神啊 你不要那麼天真 宇約伯哪裏是愛你 宇約伯是愛你給祂的祝福 就是阿某守父 你別傻了 你兒子哪裏是孝順你 他要你的錢 你錢一不過他手的時候 你看他還不理你 他馬上就跟你反面了 這個就是撒旦那個論調 十二節 耶穆說 對撒旦說 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 指示不可身手 嫁害於他 所以呢 新愛物全部交在你的手裏面 除了 約伯自己本身的身體和他的命 其他我全部交在你的手裏面 即是說呢 這位的牧人呢 撤去呢 保護著 約伯的尼巴 但是呢 就圍一個小一點的 就是 本來的尼巴是圍了他所有的家人 所有的財物 凡數 約伯所有的 就是撒旦走過見到 全部都不能下手 因為那個尼巴擋住 好了 神現在就把這個尼巴撤走了 但是神又不放心 他圈個小一點的 單單圈著約伯這個人 變成一個小尼巴 圈著一隻羊 這個就是天空上面所發生的事 但是我們看到一件事就是 神仍然在保護約伯 約伯是一個完全人 他仍然是沒有破口 就是因為我們沒有破口 神的保護就可以臨到我們 當然 神有祂的主權 祂也都可以把這個保護撤去 有時候祂撤去這個保護 也都是有原因的 這次 祂要將這個保護網 因爲祂撤走 原因就是 祂容許撒旦來試驗這個約伯 這個對約伯來講 是一個信心的試煉 其實神都要看一下 約伯的信心是否真的 不過 從這個治療行間 你又看到一件事就是 神其實對約伯是很有信心的 神知道約伯一定贏你的 你這麽的撒旦 在這裏攪陣 在這裏挑撥離間 就說約伯不愛我 但是神說 我心裏清楚知道 約伯不是因為這些 這些表面的祝福而愛我 祂是真的愛我 所以祂配得我 將這麽多的祝福 談到祂的身上 等於這一場仗 其實 神是好看得起約伯 神知道約伯一定不會讓祂失望 所以祂亦都想藉著約伯 重重地打這個撒旦的面 就告訴你 撒旦你這一局一定輸 這個就是神和約伯之間的信心 但這個位置是很特別的 你看不看見 原來連上帝都需要運用信心 因為事情未發生的 你真是不知道約伯會怎樣的 這個是上帝對約伯的信心 所以上帝就行了這一件事 但是保守著約伯的那個聖命 今天我們面對苦難的時候 如果今天我們覺得我們的生命苦難特別多 其實我們都可以問一下自己 是不是神對我們有更大的期待 是因為神看得起我們 這句話我聽過張牧師跟我講過 因為大家都知道我的故事 又被判過死刑 破過產 太太兩次流產 我失去了四個孩子 所有的事情都這樣 接二連三去發生 到最後我記得我最辛苦的時候 我都問張牧師 我問張牧師究竟發生什麼事 張牧師也是用這一段來回應 他就說 他就說 Adeno你要看 上帝看得起你 不要讓他失望 我們的信仰 不是只能夠在信景當中去經歷神 我們的信仰最寶貴的就是 越是逆境的時候 我們越強大 這個才是真正的信心 這個才是真正的跟神的關係 沒有苦難 你怎麼知道你的信心是真的呢 沒有苦難 你又怎麼知道神是真的呢 所以這幾句說話 對我來說 是我一生的鼓勵 亦都是讓我可以重新再站起來 繼續走 跟隨神 跟福視神的路 的鼓勵 說話 其實我看回 就是我的師父 我的熟靈爸爸 張牧師 他都不好得我很多 是啊 他一出生的時候 其實他就經歷很多的苦難 是吧 一出生就被自己的爸爸拋棄 他的成長一點都不容易 但他從來沒有因為 這些的辛苦 這些的艱難 而懷疑神對他的愛 反而就是 在這些的艱難裏面 越緊緊地抓住神 這個就是 就是張牧師 其實 若白 Exactly 若白就是這樣 我們看第三個大段 我們就明白了 撒旦在上帝的面前 提出了這個這樣的 詭計 然後呢 事情就發生了 十三節 有一天 可能是第二天 甚至可能是同一天 若白的兒女 正在他們 長兄的家女 吃飯喝酒 有報信的來見 若白說 牛靜耕地 奴在旁邊吃草 斯巴人忽然闖來 把伸出腦去 並用刀殺了僕人 唯有我一人逃脫來 報信給你 他還說話的時候 又有人來說 神從天上降下火來 將群讓和僕人都消滅了 唯有我一人逃脫來報信給你 他還說話的時候 又有人來說 你的兒女正在他們 輕掌的家女 吃飯喝酒 不料有狂風從曠野刮來 擊打房屋的四角 房屋倒塌 在少年人身上 他們就都死了 唯有我一人逃脫來報信給你 若白變起來 撕裂外蒲 剃了頭腹 在地上下敗說 我赤身出於無胎 也必赤身歸回 賞賜的是耶和華 收取的也是耶和華 耶和華的名是 應當清重的 再者一切的事上 若白並不犯罪 也不以神為漁網 撒旦那個攻擊 就正式啟動了 但這個攻擊 實在是太厲害了 因為 它是一浪接一浪 一浪接一浪 不知道是不是可以用足球的術語來形容 即是疊瓦式進攻若法 全部一個答一個一個答一個 全部一次過來 我們見到所有的事情 都有一個人走來報信 但這個報信的人 全部都說同一句話 就是 唯有我一人逃脫來報信給你 那它遭遇了些什麼呢? 第一個 第一個 就是 這個 牛正耕地 爐在旁邊吃草 就是牛在耕地 爐在那裡吃草 就是一個太平盛世的日子 本來是很平安的一個景象 你的兒女在家裡吃飯 牛在耕地 爐在旁邊吃草 完全是一個最太平盛世的時候的樣子 在這個 突然之間失去平安 突然之間 敵人就來 努略所有的東西走了 忽然被努略 這個消息都沒有消化 跟著就是 天上降火燒死了羊群和僕人 只有一個走掉 就是 財物上忽然損失 這個忽然的天災臨到 這個消息又再沒有消化的時候 然後加勒底人就分了三隊 就把這些駱駝佬去 用刀殺殺你的僕人 只有我一個途脫來報信給你 就是所有的財物突然之間一夜失去 最大件事的是什麼呢 前面那三個消息都沒有來得及消化 跟著最大的震撼是什麼呢 就是突然間有狂風 吹塌了一間屋 然後你所有的子女同一時間 全部摘死了 全部摘死了 沒有一個就行了 我是唯一一個可以來通風報信的 所以你看看四重的攻擊 四浪的攻擊 簡單來說 就是讓這個弱伯突然之間經歷家破人亡 其實家破都不要緊 撒旦真的很絕 就是你把所有的僕人也好 田產也好 牛羊也好 我想弱伯都不是太過在意的 但是問題就是 一時之間 七個兒子三個女兒 十個兄弟姊妹 全部死了 白頭人送黑頭人 而且是突然其來的 試問誰可以承受這樣的打擊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 弱伯所經歷 這個就是撒旦的重手 神一拿開那個尼巴 哇 你看看這個撒旦 你就知道 其實他在地上走來走去 已經是眼紅了很久 這個弱伯 所以神只要一拿走那個尼巴的時候 他是完全連半分的憐憫都沒有 就是把所有的東西 一次過 show hand 全部 喂 神拿走那個尼巴的時候 你都可以逐一點來 就是他 所以你看到他真的是 四重攻攻擊 碟瓦式進攻弱伯 就是 方死他不死 這樣 幸好 神還圍了一個小尼巴 圍著這個弱伯 如果不是的話 弱伯肯定連命仔都保不住 這個就是仇敵 所以我們要明白 我們要清楚 就是仇敵 跟我們之間那個關係就是這樣 但是約伯的反應是怎樣呢 第二十 二十節 約伯變起來 撕裂外婆 剃了頭 伏在地上下拜 苦難當中 約伯的反應 竟然是更加的敬畏 越發的敬畏 他撕裂外婆 撕裂外婆 是代表極度的傷心 當然 十個子女 突然之間 這樣就全部離去 所以他是極度的傷心 但是剃了頭 伏地 來去下拜 下拜之後他就說 我赤身出於舞台 也必赤身歸回 賞賜的是耶穫華 收取的也是耶穫華 耶穫華的名是 應當清重的 再者一切事上 若伯並不犯罪 也不以臣為餘亡 若伯明不明白呢 不明白 為什麼這些事情 突然之間 全部發生在他的身上 若伯不明白 因為的確 人在神的眼中 他都是敬畏神 行為正直 遠離惡事 所以 究竟 為什麼這一切會來呢 他想到的 只有一個原因 就是 我是赤身出舞台的 也赤身歸回 這一切的東西 本來就不是我 我是赤身來到舞台的 也都會赤身歸回 所以這一切的東西 本來就不是我的 是上帝的賜福 暫時交在我的手裡 其實人生就是這樣 我們的子女 我們的財物 都是神赤福給我們 暫時交到我們的手中 有一日要歸還 到我們離開這個世界的時候 我們的兩手都是空空的 所以若伯看見這個原因 其實這一切的榮華富貴 這一切的天倫之樂 是上帝暫時借給我 所以我們是這一切 為什麼聖經經常說 我們是兒女 是耶和華所賜的產業 我們是暫時的管家 代替神去管好我們的兒女 管好這些東西 有一日都是要歸還 所以若伯知道 若伯知道這一切 賞賜的是耶和華 收取的也是耶和華 所以神必定有祂的心意 有祂的計劃 在這一切的事情上面 祂不以神為漁網 意思是什麼呢 祂是相信神有祂的智慧 神行事一定有祂的原因 祂的信心沒有被這一切的打擊 來去動搖 祂不認為神是那個 傻了 發了瘋 癡了 亂來 神一定有祂的原因 況且這些東西 本來就是暫借給我們的 神如果選擇在這個時候收回 其實無話可說 因為本來就不是我的 我是借回來的 總有還的一天 如果還的時候到 就還了 這個就是若伯那個的心 而且祂知道 神一定有祂的智慧 神一定有祂的原因 雖然我不明白 但是 我要相信 神是一定有祂的原因 叫我這一刻 來把這一切還出來 其實遲早都是要還的 只是幾時而已 這個就是若伯那個的信心 今天我們 有沒有這樣的信心 今天我們 是不是能夠看見 其實我們今天所 握在我們手中的一切 其實都是神 暫借給我們的呢 我們的人生 是一個暫借的人生 我們的人生 所走過的這幾十年裡 神將很多東西 借在我們的手中 但是其實是要還的 那麼在這個借和還的當中的時候 我們要明白 神究竟心意是什麼 祂將這些東西借給我們 一定是有一個原因 如果我們沒有去完成這個原因 當我們還的時候 其實我們無意見神 當神將這些東西借給我們的時候 祂一定有一個計劃 要我們去完成 其實我們要去找 我們要去問 神你將這一切 交在我的手裡 你的目的是什麼呢 我能夠為你做什麼 你借給我的原因是什麼呢 這個是一個暫借人生的 個個的智慧和體驗 願神幫助我們 讓我們都有這樣的智慧的開啟 我們明天再看這個故事 如何發展下去 阿們 哈利路亞 讓師妹與你暫立 敬佩祭你的神 祂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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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犯怨又不安 又冒座的时候 但主要我们定义 要向你献上我们的赞美 献上我们的敬拜 我的主 我的主 你为何离起我 我的心 敢被伤 总不肯安慰我 我的主 我的主 你为何惯意面不转向我 我烦恋不安 无所 我的主 我的主 你为何离起我 我的心 敢被伤 总不肯安慰我 我的主 我的主 你为何惯意面不转向我 我烦恋不安 无所 我还要向你唱这爱歌 我再日出之处 定义责美我主 我还那里寇日 总不肯安慰我 我永不断 绝望的心愿 你是我的拯救 我信 我主 我相信 你是都独行其事 我的主 你感双 한� if knowledge 我相信 你是了独行 请从悟意面不转向我 在幻眼当中,我们都敌意仰望你 我们相信,你是独行其事的那个位神 你是永远看护着我们的那个位神 我的主,我的主,你为何离弃我 我的心感悲伤,总不肯安慰我 我的主,我的主,你为何还要面不住 你转向我,我奔向你唱这爱歌 在日出自处,定义赞美我主 患难旅客人,最想你慈爱永不倦 绝望的心愿,你是我的成就 我信我主,独行其事 在日出自处,定义赞美我主 患难旅客人,最想你慈爱永不倦 绝望的心愿,你是我的成就 我信我主,我信我主,独行其事 我信我主,独行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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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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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主,独行其事 我信我信,独行其事 我信我信你当时 就是因为信 所以过不了 神你不是慈爱的吗 为什么这些事会接二连三发生在我们身上 我们就是信 神你不是全能的吗 为什么你不能够保护我吗 好没有的时候我们可以轻轻的坐下 我们去思想在我们人生里面 有没有一些状况我们是过不了 直到现在都紧紧于怀 在我们带到神的面前 直着若白的一张 我们来面对神 过去很多时候 很多的不明白 也因为这些遭遇 都会怀疑 神你是不是慈爱的 你是不是真的爱我 为什么会这样 今天我们看到天上的一幕 我们只能够承认有些事 我们真的不知道 人有限 我们不知道天上的会议 不知道天上发生什么事 我们一直都说神是真 但是今天 直着若白的一张 神都问我们 我们的信心是不是真的 神是真 但是我们的信心 是不是真的 我们会不会 看重祝福 多过看重神 最后牧师提醒我们 我们知不知道 其实在地上一切 我们只不过是被托管的 我们只是一个被赞托的 本来这一切都不是我们 我们出母胎的时候 什么都没有带来 走的时候 也都什么都带不走 上次的是神 收回的都是神 今天约伯的一张 撒旦拿走约伯 一切 所有他拿得走的 他都拿走 唯一拿不走的 就是 若白对神 敬畏的心 我们呢 好吗 这个时候 我们去思想 有什么是过不了的 祝我们来到你的根前 祝我们相信你 主你 确实你爱若白 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图画 你不单止爱若白 你还好看得起若白 你让他被撒旦 交在撒旦的手上 是因为你对若白 有信心 主昔日你怎么样 他透过阿丁罗牧师 他这个经历 他提醒他 神看得起他 今天 你都帮助我们每一个 面对艰难的时候 让我们转念 不是神你不爱我们 相反 神你看得起我们 你以我们 在撒旦面前的那张黄牌 神给我们 有不一样的眼光 去解读一切的思念 主你来帮助我们 跟身我们 让我们的信心是真的 让我们不是对你失望 是对你抱怨 相反 带着一个感恩的心 面对一切的患难 神你来帮助我们 重点是我们 我们跟你的关系 我们对你的态度 不要被魔鬼手 奪走我们对你的爱和敬畏 神当你对我们 有信心的时候 我们都要对你有信心 主你来兼顾我们每一个 弟兄姊妹这个时候 我们两个分享 将你刚才所想到的 我们去互相的分享 我们彼此代讨 求神来兼顾我们 当神对信我们 能够胜过这些思念的时候 我们都相信 神是好神的 不要去怀疑神 是要我们圆弱 但是我们可以直接祷告 求神来兼顾我们 帮助我们 帮包顾我们 帮 говор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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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事情我们不明白的时候 我们仍然可以相信 主你提不起我们 你是爱我们 你对我们有信心 主当你对我们有信心的时候 若我们都不会辜负你 主帮助我们 世上一切 有一天都会拿走 但是你帮助我们 敬畏神的心 依然在我们里面 是没有东西能够夺去 主我们来仰望你 多谢你 让若巴基成为我们 面对世界局势 一切动荡里面 一个榜样 一个基石 主让我们不单止自己站稳 也都可以帮助我们身边的人站稳 让你的教会 在这个纷争 多变战乱的世代 可以恩着信 刚强站立 主我们多谢你赞美你 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阿们 阿们 和若巴基 第一章 第八节 二十節 修取的也是耶和華 耶和華的名是應當稱頌的 若伯行為正職 敬畏神 遠離惡事 若伯看得出 賞賜的是耶和華 修取的也是耶和華 我们的人生 是一个暫謝的人生 能够明白 这一点就是智慧 我们的人生 所过的每一日 每一分 每一秒 必定不一样 求主帮助我们 将这样的体见 这样的智慧 放在我们的心中 让我们懂得珍惜 眼前所有的 更加懂得感恩 今日神将这一切的 暂藏在我们的手中 我们要好好地去经营 努力地去回饋神 不要让这一切 白白的 凶凶的 被借在我们的手中 却被糟蹋 难用 或者不看重 这一个才是真正智慧的人生 我们一起为我们的心 来祷告 圣灵求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看见 上次的是耶和華 收取的也是耶和華 人生很多的东西 源于你给我们的暂借 因为我们空手出于母胎 必空手的来到去归会 但今天我们所过的 每一分每一秒 要对得住你给我们的呼召 要对得住你给我们的暂借 主要让我们懂得珍惜 懂得经营 更加懂得感恩 当我们能够做到珍惜 感恩的时候 我们的人生必定不一样 主要因为一切都是源于你 你是那个源头 主要我们认定你 无论是遇到什么的情况 主要我们知道 你是我们的源头 我们有一日必归回在你的里面 所以今天这一切暂借的风光 就算是再吸引 就算是更明媚都好 我们知道有一日 我们都要在你的面前 来到去交涨 主要求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不被这些色彩斑斓的东西 迷惑我们的双眼 主要我们要看的是你天上的旨意 如何行在地上 你暂借给我们一切的资源 我们要将它投资在永恒天国的里面 主求你这样来到去帮助我们 给我们有这样的体见和认知 多谢主听我们的祈祷 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感谢主 我们今早晨土就到这里 愿主祝福大家